随着他的一声 箭矢直接命中黑熊的前胸 黑熊惨叫着跑走 丧彪举手庆祝 随后在泥潭边发现了射穿黑熊身体的箭矢 上面沾满了黑熊的番茄汁 而黑熊就倒在了一旁 早已没了气息 随后丧彪又换了个捕猎脸 一只五百斤重的大灰熊 尾风凛凛地朝着丧彪走过来 丧彪虽然手握弓箭 但也不敢攻击大灰熊 面对五百斤的大灰熊 传统弓箭还做不到一击必须 反而会出入灰熊 可是大灰熊好像并没有攻击丧彪的打算 他只是伸出脖子看了一眼 没看到吃的就走 可是丧彪却没打算放过 一箭直接射中大灰熊的大妖子 灰熊痛哭跑开 但解灰熊还没走远 丧彪又捕上一箭 直接命中心脏 大灰熊迅速逃离 丧彪开心地手舞足蹈 等找到大灰熊时 大灰熊早已一命呜呼 箭矢还稳稳地插在灰熊身上 开心的丧彪又摆弄起灰熊的大手掌 真的是太残暴了 不过瘾的丧彪继续在林中追踪黑熊 没一会就找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黑熊 他看了一眼 丧彪似乎并没有害怕 并不认为丧彪会伤害他 继续觅食 可丧彪并不这样想 丧彪拉开弓箭 砰的一声直接命中 黑熊快速逃离 丧彪兴奋地举拳庆祝 而箭矢穿过黑熊直接扎在了树上 跟着血迹找去 发现了倒在一旁的黑熊 而黑熊早因血液流干而亡 随后丧彪和法克熟练地将黑熊的皮毛抱下 装下皮毛和熊头后 便朝着山下走去 结束了一天的狩猎 不得不感叹国外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500斤黑熊狩猎就猎 这简直是丧彪的狩猎天堂